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我们常想回到校园里走走看看 回到那个梦想最初发起的地方 寻找内心的力量和依靠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 他最近就回到了他博士席的校园 耶鲁大学 他第一时间去到了自己最尊重的导师办公室 看到桌子上林外的书籍 和墙上无数的奖状 学生时的回忆一目不论在眼前回放 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纠结 研究话题时的那种纠结 他想到了和导师讨论论文时的激烈 他也想到当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后 内心的那份喜悦 想着想着 似乎也找回了一些自己的初心 随后他去了学校里的滑冰场 酣畅淋漓地滑了一场 就像学生时代一样 释放掉自己内心的一些负能量 当他的情绪调节得差不多了 他去到了学校里面的小流馆 当他正准备坐下来喝一杯的时候 迎面走来的是自己当年的同窗 两个人看着窗外纽黑文迷人的夜色 聊了许久许久 内心的溃霍和彷徨也仿佛烟消云散了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里的这位朋友也是我真实的一位朋友 他也确实在这个小酒馆遇到了自己当年的同窗 但遗憾的是 故事里鼓励他来为这位导师已经去世了 而导师的办公室也被学校很早就分配给其他的教授 我的这位朋友也正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没有办法去美国参加导师的葬礼 于是便决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导师 为他创建了一个虚拟的纪念空间 他一比一地还原了导师的办公室 还还原了学校其他很多常常跟导师聚会的地方 比如滑冰场还有小酒馆 他甚至自己设计创造了现实中没有的东西 比如一边挂满照片的导师纪念墙 当这个虚拟空间新生成之后 通过链接的方式发给了在世界各地的校友 邀请他们一同来到这个空间 追忆和导师的过往 他们边走边聊 看着墙上镶嵌满照片的纪念墙 追忆着跟导师还有同窗的过往 那个时候这个空间是超越了生与死的 虽然它本身是虚拟的 但是每个人的感情却是无比真实的 《寻梦环游记》这个动画片曾说过 人有三次死亡 第一次是生物学上宣布你死亡 第二次是社会宣布你死亡 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只要思念还在 被思念的人就可以长期永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的这位朋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初衷 决定以这样的方式 更深刻和长久地保持对自己导师的思念 因为这样导师也可以更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于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拟的定义 有了一些深心的理解呢 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相信我们甚至可以把导师的虚拟人 放在这个空间里 我们可以把导师的思想上传到云端 当我们再次拜访这个空间的时候 甚至可以隔空发起跟导师的对话 再次聆听他智慧的言语 想必那个时候这个空间将会被赋予更深刻的意义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推移到2039年 在一个男生18岁的生日会上 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条芯片做的手链 他打开中间的第一枚 插入到自己的AR眼镜中 眼前瞬间浮现出一个绿色的生机勃勃的小岛 岛正是由他自己的小名牛肉国主题而设计的 岛上有很多超现实的小动物围着他蹦蹦跳跳 他到处探索非常地好奇 他来到一个小屋的面前 屋内的装饰 看得异常的熟悉 直到他看到父母年轻时的影像记录才意识到 哦 原来这是自己周岁燕的现场 他看见了自己第一次叫爸妈妈妈 懵懵懂懂的样子 他看到了姥姥给他读一封信 那熟悉的声音 他还看到了很多叔叔阿姨送给他很多祝福 有的希望他可以茁壮健康的成长 有的希望他未来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 这是一个来自未来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刚满周岁的宝宝牛油果 我呢是一个很注重仪式感的人 我认为生命中重要的节点需要被记录和回忆 但不巧的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让线下的聚会变得异常的困难 于是我便想用这样一种方式 让我在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 可以在同一个空间聚起来 一同庆祝他的生日 最后他这场生日宴 一共有上百名的亲朋好友参加 纷纷留下了自己的祝福 他们一起在这个空间里唱歌跳舞 这段回忆也永远地被封存在这个时光胶囊里 随时打开 我们便可以随时穿越回那个周岁燕的现场 未来的每一年我都希望可以送给他一个小岛 等他在长大几岁后 我愿意跟他一起来创作和定义这里面的主题和玩法 因为等他成长长大后 我希望这不只是一个 给予了这个人景物的一个个场景 我更觉得这一个个时空胶囊 记录了我们对生日想法的变化 同时也可以映射出随着科技的变化 元宇宙体验的逐渐升级 其实最为珍贵的是他婴儿时期的那几年生日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长大后 0到3岁的记忆是没有的 3到6岁的记忆也是非常模糊的 但是没关系 当我在做了这些盛宴取缘自己的同时 也给他留下了一些东西 等他长大后 可以随时回去慢慢体会和欣赏 听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和多个这样的时空胶囊呢 刚刚给大家分享了两个故事 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 我和我的公司就是元宇宙祝梦师 你可以有你天马行空的想法 我们负责给你一个元宇宙新世界 这个世界可以是超越了空间 时间 物理规律的限制 可以帮你去还原一段体验 或者是创造一个回忆 我们在做每个人都可以体验的元宇宙产品 比如生日婚礼 我们在跟媒体合作 例如央视打造元宇宙的线上晚会 在这里参与的学生们可以一起唱歌 跳舞 结交新的朋友 甚至他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偶像 更近距离地接触 我们也在跟企业合作 打造他们线上的空间 在这里他们可以发布会 宣传他们自己的产品等等 同时我们也在跟品牌合作 试图打造3D沉浸式的商店 在这里用户可以更好地理解品牌背后的共识 同时也可以沉浸式的购物 其实我们之所以可以做这些 跟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就回顾互联网的发展 其实是一个信息不断升为的过程 从最早的文字到图片到现在的视频 未来我们坚信一部分的内容 一定会被3D可交互的形态所替代 毕竟真实的世界是3D的 真实的世界也是可以交互的 我们希望未来的内容创作者 在关注内容信息效率传递本身以外 可以更多地关注内容传递的体验 因为3D可交互内容 可以更好地帮你表达和传递情感 其实这背后有非常多技术的整合 比如云渲染技术 可以让画面看起来更逼真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让虚拟场地里的人和物 更加逆人智能 当然也分布开存储和计算技术的进一步 升级和成本的降低 才能让这样的3D互动内容 走到我们美人的生活中 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 但是没关系 你只要记得 只要你有一个梦 我们就可以帮你在元宇宙实现 当然 现在元宇宙还处于发展非常早期的阶段 未来随着XR技术 脑机接口 数字 人 人工智能等等技术的进一步革新 我们相信它一定会渗入到 医疗 教育等等更多的行业 那个时候 我们也从关注一个人 一个品牌的回忆和体验 上升到关注一个社会的 回忆和体验 我们可以复刻一个时代的经验和文明 想必那将对于整个社会和一代人 是莫大的财富 我们设想学生可以穿越到某一个时代 去感受跟那个时代的人进行对话 身临其境的体验式学习 设想我们可以把来自于不同时空的文学家 哲学家 科学家 共聚一堂 一起来讨论和创作 我们非常期待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 我们更期待这样的一个时代中 我们可以陪伴你通行 谢谢大家